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广东乌坎村维权事件 以广东省当局出动警察镇压 监禁村民 暂时压制了村民的街头抗争而宣告结束 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当局对待被抓捕的村民 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 从逮捕到审判没有任何人接到起诉通知 后来又阻止村民上诉 那么乌坎村的维权抗争行动 始于2011年当年的维权行动的领头人之一 庄烈红先生2014年为了躲避迫害 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现在庄烈红正通过社交媒体积极说服 被宣判的村民的家人进行上诉 好 下面我们就通过skype连线庄烈红 请他就乌坎村的近况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近情 庄先生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在当局严密封锁之下 外界是难以了解到乌坎的真实情况的 去年年底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等罪名 一审宣判了包括您父亲在内的9名村民 两年至10年不等的刑期 那么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 这次宣判在程序上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 庄先生 对 这个问题我也有请过相关的法律 这方面的律师 然后他们也指这一 从一审到还没到的二审 从抓捕到还没到的二审 这一系列都是非法的 然后一开始抓捕 并没有马上通知我们家属 然后从抓捕到宣判 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通知家属 是否要请律师上诉 然后既然连逮捕令 还有接下来都判决书 通通都没有给过家属 这一系列都是违背法律原则的 好的 那么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 他星期天 也就是昨天 他在回应香港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尊重公民合法上诉权利和选择 并否认警察枪指村民 阻止他们上诉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 村民上诉是不是受到公安派出所的恐吓呢 对 这个问题跟公安厅长李春生说的 是完全两回事的 我可以借用去年王毅 在回应记者的一句话 我可以说李春生你去过乌坎吗 你了解乌坎吗 我认为你甚至是不在中国 是不了解中国的 然后在当事人被判 有期徒刑的时候 分别到两年到十年半 这有期徒刑的时候 然后当事人在庭上 这几个当事人通通表示不服 通通表示也必须要上诉 然后在这段期间 他们的家属包括我 我作为我爸的家属我要为他们请律师去上诉 然后再包括我在乌坎的 我老妈还有另外八名当事人的亲属 纷纷都遭到了当局的这个劝说 还有打压 当中包括魏永汉已经写好了 给律师的这个委托书已经交到律师手上的 然后还让当局在高压下 然后让他们解除 解除聘请律师的协议 这是魏永汉他们家属的这个委托辩护协议 这一封是终止委托辩护声明协议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清楚 我们大概能看得清 然后当中包括吴欢的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他妈妈被宣判 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 他表示一定要请律师帮他妈上诉 然后立即遭到当局政府和派出所 到家里去威逼他签署一份不知内容的文件 当然吴欢的儿子当时表示的比较前 比较强悍 这是据说的 据他邻居所说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吴欢的儿子在他家里 在他家的大厅里 既然遭到三把冲锋枪来威逼他 分别是对着他头和胸口 来签这份文件 估计就是放弃上诉 然后还有在前几天之前 也就在15号或者16号 我爸本身在海峰看守所 现在被已经被移交到了 被转移到了韶关五间看守所 当然五间监狱 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家 我们家属 这是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一个消息 好的 然后在这段期间的话 本身是属于上诉阶段的 然后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我们的上诉权利 好的 我认为李春生他说这个话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乌坎村的境况您了解多少 外界都非常关心乌坎村的情况 现在年关将至 乌坎村的村民是否在准备过农历新年呢 对 无论是平时过日子甚至是过年 这些都是要过的 只是看心情过得怎么样 就比如当时被镇压 9月13号被镇压之后 乌坎的第一个中秋就过得非常的沉寂的 然后我现在也会通过不同的图 不同的这个社交软件的途径 跟村民去跟一些村民保持一定的联系的 村里的一举一举一动 一般的话我都会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在过年当然乌坎的买卖是正常的 当然心情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感谢庄烈洪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